2016年的江苏无锡发生了一件怪事 年过九旬的市民老人钱建民竟被曝光 新藏日军司令部答应 老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中国 怎么会和清华日军扯上关系呢 这位钱建民究竟是什么生活 上节说道 钱老女儿无意当中从床底下发现了一枚奇怪的尸体 无论女儿怎么追问老父这块石头的来历 老人都以沉默来议 好奇心的趋势下 女儿只能够求助专业文物建民事 没想到却牵涉出一桩尘封71年的旧案 日军司令部答应现世的消息曝光之后 不少想要捞一笔的富豪都快把钱老家的门槛踏破了 纵然他们开出天价 老人不但不为所动 还对有关日军答应的一切守口如瓶 直到有关部门领导找上门来 钱老这才将真相公固一顿 原来呀 钱建民老人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22年 身为有志青年的他目睹国家灾难 便立下救国救民的红旨 18岁的钱老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考上了中国陆军机械化学校 毕业之后也顺利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 同身战场为国杀敬 1944年作为坦克兵的钱建民来到了缅甸队日作战 3月8号这天 钱建民刚开着战车从战友来到野外训练 就与一股日军不齐而言 正说了 仇人见面奉外摇 双方当即展开激烈交流 在远征军的猛烈攻势之下 日口四散会讨 战后 国军不仅缴获了两辆日式航客 还有一枚第十八师团司令部的命仗 在庆功会上 上级为了表彰钱建民的应用 便把这枚日军艺以战利品的形式加加给他 然而 正当钱建民躊躇满志 立志为国继续奋战杀敌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一次回国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为了保护当地的老百姓 钱建民无幸被流胆击脱 双目被砸上 下巴也是血流流尘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没能够得到更好救治的钱建民 最终双目失眠 带着那枚日军大影回到江苏老家 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有关部门听完钱建民老人的经历之后 十分感动 他们询问老人还有什么愿望 希望能够获得哪些帮助 没想到老人却说 自己比起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来说 已经很幸福了 不再想给国家添麻烦 唯一的心愿就是摸一摸 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坦克 众人哽咽了 谁也没料到老人的要求居然如此简单 2006年12月 钱建民老人穿上了为抗战老兵统一发放的军队 兄配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仗 来到苏州某坦克部队 部队官兵开着6辆坦克同时出口 官兵下来后 齐齐向老人建立 老人也回减了 窗面十分正开